路川 中国著名导演 编剧 制片人 2006年 上海夏季特奥会开幕式艺术总监 开幕影片总导演 2010年 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视觉艺术总监 主展影片总导演 2012年至2015年 国家体育场秒潮 吸引实景秀演总导演 2015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型驻场秀演 思路秀宗导演 2022年的亚运会要在中秋之夜开幕 所以我们非常想讲一下中国人对于家的概念 因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亚洲各国的人民 他们对家的信仰是共同的 作为电影导演 我会把我在做电影的过程中间很多的想象 流入到这次亚运会的开幕式中 我是希望能让全世界的观众能够看到一张一张生动的快乐的中国人的脸 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人对心的这种温暖和对世界的这个责任 以及我们的包容和开放 我希望是用一种有仪式感的方式讲一个有灵魂有温度有情感的一个故事 是诗意的温暖的柔性的是符合杭州的这种气质的 同时也希望能够传递出一种发展科技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目标 是科技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我们希望能够立足浙江 表达中国 雄怀亚洲 放眼世界 观众都坐在我们上面 我们一定要让观众看到我们漂亮的面孔 这个游戏一定成功 好 好 好